十月的东北沈阳已颇有含义 不过风和日丽的天气依然适合踏青登山 当地次机职工利用机会发起进山活动 昨天晚上 前段晚上我还有点不舒服 同工一来之后特别好精神面貌 又不累又愉快 参加这个太好了 真的 大家一边登山一边检视 路旁的垃圾和资源 没有错过任何一处小地方 沈阳和哈尔滨觉得就像有距离一样 但是为了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来做 没有距离不是问题 环保其实是大家都应该 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从我自己的自身做起 从一点点滴滴做起 下了山 次机职工也利用机会 为小朋友们进行环保教育 邝山市平的埋在地底下是500年 等你们长大了满地底下 是邝山市平的过程中 你们都没法种庄家 要不要保护地球 要 孩子们的回答斩钉截铁 一趟环保近山行 不只身心得到了舒展 爱护地球的知识也刻画在新田 大家新闻 这次美志工 刘淑波 冯丽芬 李彦宏 辽宇宏 辽宏 辽宏 辽宁报导